八十 在今天也要跟大家正式的見面 那究竟呢 演藝哥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一些宣傳的活動 這一次推出的個人新的音樂 有什麼樣新的心情 好 我來看一下 在後面了齁 好 等一下就是那個 車門 打開之後呢 格格就會出現 然後呢 我們就請他 先定點 帶來這首新歌的演唱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準備好了嗎? 馬上讓我們熱情掌聲歡迎 顏 藝 格 哇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格格 耶 太好聽了 謝謝顏藝哥 新歌演唱愛上現在的我 唉唷 開心 開心 我們讓你先去旁邊 稍微整理一下服裝儀容 等一下回到舞台中間來拍照 好不好 來 美美的格格 另外呢 呼籲大家 今天這個華眼很貼心 有兩個點 各位 不囉嗦 黃點 紅點 任君選擇 你先站紅點好了啦 來 紅點 紅點這邊各位 為橫打模式 好 粉絲們也可以齁 在這邊打橫了拍 打橫了拍 這是最佳的一個拍 這是最佳的一個拍攝角度 把我們這個J格巴士 J格巴士 完全呢 完全可以捕捉一個最全面的鏡頭 當然呢 這個演藝哥剛聽到的是要跟這個Ocean高爾璇 一組合作的新歌 愛上現在的我 這首歌呢 數位在2月14號已經正式的發行 發行之後呢 成盟大家支持 成績非常亮眼喔 在這個數位榜上部分是我們的新歌日榜 新歌中榜 還是吉時榜 都是第一名三幻王 好 你需要這個往旁邊走一下 來到我們那個直視嗎 好 來 來 黃色的點 然後那個前面也一格 後皮也一格 都可以一網打進 最完美的拍攝角度 當然呢 新歌讓大家的率限 輕而過癮之後的3月20全新EP 少了一件牛仔布也即將就來正式的問世巴士 請大家多多支持 那麼今天這一台呢 特別打造的J格巴士 也會呢 全面的上路 好 OK 嗎 特別需要再補一下的 好 麻煩格格看一下我們的鏡頭 正前方 好 今天這個攝影大哥必定是傾潮而出啦 火力全開 火力全開 多多 多拍一點 多拍一點 好 OK 嗎 好 謝謝大家 粉絲每次都 我這邊 因為我這邊 好 最左邊拍一下 左邊這邊啊 幾個可愛的妹子 好 來 右邊 右邊 照顧一下那位最亮眼的 仁海中一定找到他那個 螢光盛的那一位 就是我們最秋的會長 因為他姓秋 好 好 OK 謝謝 嗨 導致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這個是你一出版天氣就變好了 真的喔 其實今天好害怕會下雨喔 真的喔 欸 咚咚咚咚咚 沒事沒事 對對對 所以聊到你個人 這台專屬這麼 哇 巨型豪華的 J格巴士 是的 你感覺怎麼樣 我感覺為什麼我們現在要有這個強調 因為他J格巴士好像忍不住唸起來 就會這樣變得洋人 有一點點 因為我其實覺得滿驚喜的 因為我一直都很希望自己可以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大車是不是 沒錯 所以我嚇到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 然後其實大家之後大家212號會看到說 裡面也有故事不只是外面 對啊 所以會在這個全大台北市跑透透啦 西區 東區 重要的地方 都有212這台巴士的出現 沒錯 OK 所以算是一個非常尊榮的感覺啦 但是聊到你剛剛唱的新歌 我覺得這個歌很洗腦欸 你們有覺得洗腦嗎 有 那個副歌的部分 唉唉唉唉唉唉 我唱得不一樣 還好還好 很快 喔 很快就會有MVN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沒錯的沒錯 但這首歌感覺滿厲害的喔 聽說是黃金陣容 我覺得這首歌也是在我的to do list上 有打了一個勾 因為這首歌是陶三 Scott跟一個好朋友一起寫的 然後主要是跟Ocean嘛 然後詞 Oh my gosh 更厲害 徐若瑄V姐 是不是 剛鐵B幫你填詞欸 沒錯 所以你覺得他這個歌 有完全符合現在此刻心情的你嗎 你的心境 我覺得我完全全的 因為我今年要30了嘛 然後我其實一點都 沒有再恐懼這個數 就是 沒錯 我是30了怎麼樣 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找到一個很舒適 然後找到了一個 很 怎麼講 狀態很好 對 沒錯 然後很自信吧應該 找回之前 之前曾經遺失掉的自信 所以要問一下現場的粉絲們 覺得現在的哥哥美不美 戴著口罩也要說美 好 對 OK 所以呢剛提到過這個 這個新歌當然是找來了很多夢幻的音樂人來幫你量身 討厭 哎呀 不好意思 那個車後面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 想說他來走台步這樣子 哈哈哈哈 好 所以呢 剛剛提到過 快要30歲了 沒錯 但是現在這個跟自己的相處覺得很舒服 對 但不管怎麼樣有一個活動 因為大家說做而言不如起而行 是 有一個to do list 沒錯 所以你有列出幾個完成的事情 對 沒錯 要跟大家分享 好耶 好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道具 我們的to do list 這個也做成了公車站牌的樣子 超可愛的 來 請先送到舞台中間來 放在哥哥跟我的中間 啊 so cute 真的 真的 有沒有 J格巴士 然後呢有這個四點是 演藝格列出來 一個待完成的選項 沒錯 從第一條跟大家開始做分享囉 好 來 請撕第一條 嘿 登啦 謝謝 好 來 第一條是什麼呢 發一張代表演藝格Right Now的專輯 喔 怎麼說 其實我覺得 這一次的EP就是 Right Now我最喜歡 最想要 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音樂 對 因為這一張專輯就是 沒有任何的想要教你怎麼樣 或者是 就是沒有什麼大道理 就是告訴大家 喜歡上現在的自己 多愛自己一點點 然後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 所以也是 你從整個企劃到選歌到配唱 你都有全程參與 沒錯 而且這一次 我其實找了很多 我的好朋友們一起完成 然後中間也有自己的創作 所以3月20號大家就會聽到了 不囉嗦啦 馬上加入你們的to do list 就是給他預購買下去 支持下去就對了 而且這一張EP跟我上一張專輯差很多 喔 怎麼說 因為我第一張專輯 我有我自己 它是偏比較內向一點點 比較害羞 比較愛你 Inner me 可是這一次就是讓大家看到更奔放的我 欸 欸 整個就是你看 裙子也變短了沒有 變剪迫了這樣子 就哎呦 很外在 欸 我這次的服裝真的是挑戰蠻多的 很熱情又狂欸 對齁 對 然後這次的曲風也差很多 這次會有舞曲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 你要變成 喔 我不知道喔 喔 OK 指日可待啦 也充滿了驚喜的感覺 所以也希望說除了這個EP之外 有一張 個人的 沒錯 完整的 專輯 對 除了這一次3月20號要發行的EP 其實現在也在努力籌備一個完整的專輯 好 對 剛剛那個華姨有跟我說 應該今年 欸 指日可待 ING當中啦 ING OK 但不管怎麼樣 3秒20先支持EP就對了 是的 沒錯 TODOLE的第一條呢 這個發表專輯可以的check 打勾 完成了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呢 第二件事情 找到一條令我驚豔的牛仔褲 我曾經覺得丹寧這個東西很醜 唉唷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我是一個很固執的人 太酷囉 打得罪的一番人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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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歲之前 10歲之前 然後 OK 我那時候真的超級固執 然後我就想說哇 牛仔這東西 這輩子一定不會出現在我身上 我就是不可能穿 喔 很有自信 對 然後長大就是never say never talk 就是不要說 一定怎麼樣怎麼樣 自己就打臉 對 然後我現在就是牛仔控 真的 我現在就是到任何店 我就會去先挑牛仔 然後我其實有默默在收集 那個牛仔外套 是喔 沒錯 所以各位 真的是不要說你 絕對不要怎樣怎樣 因為有一天你可能都會變成 他的粉絲 對不對 所以呢 自己喜歡的牛仔褲是 牛仔群是什麼樣的樣式 比方說高腰啊 打巴啊 legging啊 緊身啊 其實我覺得牛仔這個東西 就跟我這次的EP 叫做小了一件牛仔褲 為什麼會命名為這個 就是因為曾經不喜歡 變到喜歡 可是你10歲喜歡跟15歲 跟25歲跟30歲喜歡 款式是一直不一樣 都在變 但他其實 我這次為什麼叫 少了一件牛仔褲 我其實是把牛仔褲 就是比喻成可能另一半 或者是事業 或者是什麼 就是你可能 20歲覺得適合你的這一條路 你可能25歲又覺得 欸 好像可以換一下 或者甚至是你的另一半 20歲覺得他是 The one 就是他了 可是25歲 所以大家就覺得好像不變了 所以是一直在變 所以牛仔褲也是一個寓意啦 沒錯 可能是你人生當中一個希望 或是你在尋找了某一個夢幻的東西 是的 人事物等等 是的 所以希望這個格格能夠呢 早日找到一件 令你驚豔的牛仔褲或牛仔裙 來 第三條 第三條 什麼 哈哈 可以認真不害怕機車開車上路 嗯 怎麼了 現在是不敢開車嗎 你知道其實我大概四年前就考到駕照 哎呦 恭喜恭喜啊 然後就沒有上路 耶 直駕照 直駕照 跟我一樣 可是其實我一直很喜歡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看賽車的東西 喔 F1 對 而且我其實現在會去玩那個卡丁車 不是那種碰碰車 是真的在 就是標示的 可是我那個不會害怕 因為旁邊沒有機車 喔 對 可是就是白天路上就很多機車 我就很緊張你知道嗎 所以 嘿 你說 被台灣的機車其實給嚇到了啦 不是 是我自己太害怕 喔 有心理障礙 對 所以就變成說是 我有唯一上過度的機車 是晚上在十點後 然後就是開直線 再高加上直線 然後 make sure旁邊不會有 機車這樣子 喔 你覺得那個台灣 因為台灣的機車其實都太機車了啦 就是技術都很好在那邊壓車啊 對 技術都很好在那邊壓車啊 很會鑽 很會鑽 耶 所以但你會怕怕的這樣子 我會有點害怕欸 對啊 就怕出意外 沒關係啦 以後就在那個車上裝個喇叭說 嚴益格來了 嚴益格來了 機車趕快閃開 機車閃開 撞到有聲 還是我要在那個車上貼 我不會開車 大家就會離我很遠 OK 希望這個夢想感覺 膽子練一練應該是可以的啦 期待有天可以上路 對 副駕駛說作為一個人來提電 你應該就很厲害 喔 那他是不是要戴好安全帽 我有點替他擔心 賽道狂人先保險再上路 好 OK 欸 第四點看有什麼 喔 最後一天 啊 看 唉唷 各位 這時候必須來點掌聲 怎麼樣 怎麼樣 希望在 38歲前結婚 唉唷 各位 結婚宣言 格格的結婚宣言來了 為什麼要38歲前結婚 因為這個數字聽起來不錯 沒有 因為 你知道其實就我覺得結婚這東西 就是很順其自然 我18歲的時候就 那時候覺得說 喔 我25歲一定會結婚 然後25歲就說 喔 還沒有對象 那就30 32 喔 那就在等一等吧 但是你現在應該是 有一個人 嗯 對 Mr.Ry 有吧 有吧 最近找到了一個 很適合我的那個 另一半 好討厭喔 放什麼閃啊 唉唷 對 所以現在相處起來 跟他覺得很愉快 嗯 對啊 就覺得 舒服自在 嗯 我覺得 之前可能年輕一點的 我就會覺得很ㄍㄧㄥ 什麼都要自己來 然後不可能 不可能 就是鬆懈 或者是示弱 但我覺得現在就是 有一個人可以依靠 還蠻不錯的 唉唷 感覺你現在好像很 陶醉在那個戀愛的喜悅當中 我還是 一唱歌為主 等一下 公司現在很緊張說 我靠演藝格 不 我剛剛整個話想說 What's up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幫我消音 幫我消音 就 What's up 演藝格不會每天突然說 閃溫了吧 我覺得閃溫這個東西 從來沒有從我腦海中 消失過 哈哈哈哈 沒有飄 沒有浮現過 但是 What 就是 我 never say never 我只是就是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真的 那你現在 不行 公司在旁邊 你要先講一點場面話 不用 讓他們安心 讓他們安心 其實場面話不用講 因為我自己真的太喜歡唱歌了 我從九歲 這就是我的夢想 所以 就是 還是會以唱歌為主 OK 就是那個 找到另外一半的這個事情 就順其自然 沒錯 順其自然 所以呢 提到過這個 公車你剛好提到過 我今天上傳到你的IG即時 是 然後記得要tag我 跟tag那個華顏的 Official的IG 對對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公車了 從今天到3月17號 對 對 如果大家在路上有看到他 當然 安全為主 就是記得可以拍照 然後 拐我 沒錯 因為我們 目前 在籌備一個生日的小聚會 所以如果大家那個 多拍多分享 就可能可以一起 陪我過我30歲生日 了解 兩個活動 一個是到你這個IG上面 To-Do List 寫下來跟他一起做分享 跟演藝閣一起做分享 是的 然後呢這個 hashtag你的IG 華顏的IG 沒錯 就有機會呢 讓幸運粉絲 跟你一起完成他的To-Do List 沒錯 那另外一個是呢 捕捉這個公車 一樣呢 要這個hashtag 就是 J格巴士 J格巴士 J格巴士跟 少了一件牛仔褲 對 就有機會跟你 面對面 近距離 做一個粉絲的小小聚會 是 沒錯 OK 那你的To-Do List 在此 我們先幫你保管一下 麥克風 好 先跟他來配個照 他 好的 也算是被截圖純正了 我們就看 何時演藝閣 可以正式的開車上路 不再怕機車 大家可以起來驗證一下 對 是不是要換個角度 有那個光的意思 對 換個邊好了 對 人稍微在前面一點 OK 所以呢 格格的To-Do List 首先是想發一張 能夠代表此刻 他最佳狀態的專輯 以及呢 在收藏機械 讓他覺得很驚豔 非常棒棒的牛仔褲 或是牛仔裙 然後呢 第三夢想是希望可以呢 開車載入小桑載到同門 或者是安全的狀況之下 或是能夠操控安全駕駛 以及最後